这个这个 带着筐子 这个就是人头状 里墙里边是放人头的 兄弟们 夜山了 里边又来了 凌晨零点四十番 三千牛头挂满山谷 极具视觉冲击力 这一片里墙就是牛头 这里是古老的瓦族鲜民祭祀神林的地方 木桩里的轴框里曾放置一颗颗人头 这个就是人头状 里墙里边是放人头的 随着现代完美的借助 血腥的人头记忆被禁止 这上面是什么呀 黑暗中透过巨大水牛头骨的眼窝 仿佛还能听到来自遥远瓦族鲜民的呐喊声和水牛的低吼声 听上面 上面还有鸟子叫呢 这个台阶应该是在这个巨大的原石上面走出来的 对不对啊 这个年代应该很久远了 看旁边这些栏杆应该是后来又修的 哦 这里有鼠啊 太吵了 太吵了 这有一棵巨大的石头 上面还有地儿呢 龙摩爷圣地 旁边这个树上就挂着 一二三四 四个大牛头 看这边 树上也有啊 哦哟 看这一片 哎呀 这一片全都是牛头啊 它这上面呢已经长往这个青苔了啊 不仔细看着我还看不出来 它上面哈 上面这些山崖上面也有 这个呢 咱们看一下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去碰 不要去摸 为什么呢 第一呢 可能当地这个啊 这个手术灭毒兄弟他们比较忌讳的这个 第二呢 你看这些啊 可能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了 你万一一碰啊 一下掉下来了啊 还麻烦的 所以说呢 咱们只看啊 不要去碰啊 不要去摸 看这 这还有一个 有一个竹子边的小框子 啊 这个牛头很大 这应该是个大水牛 看这块 这块好像做了一个门的造型 那里边是干嘛的 哎 里边怎么感觉好像这个啊 坐在上边的 这边 是不是在干嘛用的 这个也有 好多好多啊 地上也是 看这一片 这一片有一条就是牛头 哎 这个地方怎么感觉 好像是个小房子呢 不知道在干嘛用的 里边有一些葫芦 哎 还有个香炉 还有些香 哦 估计是当地人过来这个烧个香什么的啊 看这一片 这一片全都是葫芦 看这些 哎 那个感觉挺新的 上面那个 上面这个感觉是个新的 嗯 这还有个框呢 看上面这些带框子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 带着框子 这个就是人头装 以前里边是放人头的 嗯 这个 这种带框子的都是人头装啊 以前把这个人头就放在里边 这水也还挺清澈的 这个牛的 鼻子的位置 还有一只大蝴蝶呢 啊 大鹅 这个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固定在这个大石头上落 可能里边打了一个钢钉什么的 把它给挂上的 看这边还有一个 啊 这个树上有三个 看上面 上面全是啊 看上面 这个悬崖上面这个大石底线 也挂着好多呀 这边这个悬崖上面挂着好多 整个这一片都是 看这个大树上 一直挂到上边 哎呦 这个不知道怎么挂上去的 估计是爬到这个树上挂上去的 啊 非常高 这个地方太吵了 水流声音太大了 这是很危险的 万一有什么野生动物靠近你 哎 你听不到啊 把你给偷袭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是当地这个瓦族啊 他们以前祭祀的一个地方啊 里边好多桩子啊 上面还有很多框子 以前是放人头的 后来都给换掉了 据说这种习俗是到了解放之后啊 才完全废俗掉的 你包括距离这大概有个 一两百公里吧 有个叫翁林吞 那个地方也有人头桩 那个老寨子被烧掉了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建起来啊 有些朋友看到这里之后感觉哎呦怎么这么残忍 用人头祭祀呀 太残忍了吧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在古时候啊 在旧社会 世界各地啊 好多地方都有这么习俗的 啊 你包括这个 战争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部落争斗啊 把这个方的头搁下来 啊 这个人训呀 啊 用人祭祀呀 都有的 啊 说到这里之后 我想起前两年 看了一个台湾上的电影 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叫这个什么 来克还是什么什么德克啊 具体我记不清了 里边讲了个事 什么事呢 就是说这个 部落这个青少年啊 他们有个成人礼啊 成人礼干什么呢 就是跑到对方的部落里边 把对方的头啊 割回来 拿回来 你只要完成了这个事啊 就算成年了 然后在脸上刺些刺青啊 再被你成年了 这是一个 再说一个吧 这个 秦朝啊 秦军 秦军啊 打上海勇猛啊 都是光着膀子就往上冲啊 把对方的头给割回来 挂在山上吧 拿回来 谁拿回来的多 谁的战功就大啊 谁的奖赏就多 啊 再说一个 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 就是这个 印第安人 他们这个剥头皮这个事 他们这个部落之间啊 相互的争斗的时候 增地盘啊 抢东西啊 就把对方的头皮给割回来 随意拿回来的多 随意的功劳越大 有可能就当赌赏 后来这个白人去了之后 他们相互的之间也割头皮 这也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啊 据说到这个日本人 他们也有这个习俗啊 据说 他们这个武士啊 进行争斗之前呀 决斗之前呀 商场上之前呀 把自己梳洗打麻衣服啊 尤其这个发型啊 特有的发型搞得很漂亮啊 啊 据说这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万一自己战败了 自己的头啊 被对方割去了 哎 对方一看 哎呦 这个小伙子这个头型很漂亮啊 搞得很漂亮 然后呢 就 不对他进一步的侮辱了啊 就把这个头剥成的很好啊 仿家传完啊 真假不是很清楚啊 然后这个世界各地好多类似的习俗啊 大家可以查一下资料什么的 嗯 墙边呢 就是猛缩龙堂啊 一个大湖 就说当地人呢 不止一次的架到过大蟒石啊 非常大的蟒石啊 下在后半夜了 还安静了啊 如果说有大蟒石的话 应该出来了 就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碰到 再见